5月21号是联合国世界文化日 为了推广花莲有机农产及多元文化 花莲县政府和国家发展委员会合作举办了 放油花莲菜市场 以国际好食市及好食餐桌为主轴 融入野餐音乐等内容 邀请民众度过在地食材与异国料理结合的午后时光 以国际好食市及好食餐桌为两大主轴 融入串音密码野餐主题 还有手作文创及音乐饗宴 放油花莲菜市场Let's have fun in花莲 market 花莲国际好食市集 21日下午在府前石雕公园举办 配合521联合国世界文化日 推广花莲优质有机农产及多元文化 不管是来跟旅游观光或是定居的 我们创造一个友善的空间 让人家更喜欢花莲更能够来介绍花莲 除此之外来到花莲旅游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都是我们的外宾 不管是国内国外 我想我们花莲人要散尽花莲的责任 提供他们友善这个城市的生活空间 花莲是个好地方 那各位在花莲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发现 很多外国人来到花莲生活 因为我常碰到一些外国人 他们就说花莲很像欧洲 所以他们第一眼来到花莲 就决定定居下来 所以散落在我们身边有好多 很多外国的朋友 我们今天会有三个大厨呢 待会会特别来介绍他们料理呈现的方式 那都是希望用花莲的好食材 花莲的生活能够让我们在这里有很多 不同国外宜居这样的一个文化会存在 活动邀请中外主厨三人 联手运用花莲在地食材烹饪 示范特色料理 透过在地食材与异国料理的呈现 展现521世界文化日的文化平等与多样性 花莲县府与国家发展委员会 启动放油花莲菜市场计划 期盼透过计划内容 提升在地摊商英语能力 也为花莲营造国际友善旅游环境 记得讲帮演好理事报导